這兩個比較的話,其實純粹中手契集是會好過法治徒出的特性 因為如果要發展這個特性,就等於對這個人的自我發展是增加一個更加值 這樣說,因為你裡面有好幾個問題,我聽你這樣說,你一開始這樣說 其實你是用另一種道德理論的立場,通常我們叫做契約 就是道德的規範,就是我們要進入社會,我們獲得利益,我們遵守規範 你已經是這種立場去說,當然有另一種解釋道德理論是這樣的 但是你剛才講到說,因為你講到,譬如我培養德性會限制我 其實我想不是的,你看回德性的說法 譬如很多,譬如勤力之類,你要成功,很多人都說你要勤力 那麼,勤力之類,這個不是限制你成功,是幫你成功 反而我覺得就是,反而德性呢,你有德性,都不是所有都是 譬如你誠實,其實很多德性是可以幫到你,他做到某些事 譬如說,下棋做得好,都要有德性 內心的,你都是德性的,其實德性它不是限制我們 發展我們其他潛力的東西來障礙我們 反而我覺得是可以幫到我們的 我反而去看,因為你說限制 第一,你給些例子,你覺得怎樣限制 當你舉例子,譬如我孝,我經常都要接話媽媽 我自己想做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那麼多人,這件事會有衝突 當你舉例子是有衝突的 但是我同時也舉例子就是,你要做很多事情 其實你有沒有那些品德,那些品德是幫助到你 那些會不會是有衝突的 即是說,你說,做事很仔細 那可能這些是跟一個老德,未必有關 那你可能覺得,你將德性體制的能力 可能就要再區分德性和能力 有甚麼不同,我想是 有些地方可能是不清楚的 即是可能你不知道,那些叫德性 那些叫能力,但底上是分得到 哪個德性哪個能力 你想一下例子就是 例如我說,一個士兵這樣 勇敢這種德性是幫助他 更能夠幫助他做一個士兵的功能 即是,如果一個士兵 他有勇敢的德性 他更加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士兵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德性是幫助我們 去做其他事 就不是防匪,不是防匪 都可以做其他事 但是他勇敢地做一個道德 即是,是不是有一種道德的 其實可能沒有關係 即是可以勇敢做一個 對不對 即是對不對 即是對不對 那個士兵可能好像沒有關係 可以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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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是有關係的 譬如你勇敢走火場救人 這樣就沒有關係 可以是沒有關係的 我講完最後的批評那裡 有三點我想講一下 可能時間關係我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 政權的合理性問題 因為剛才提到 現在將政治看成道德延續 就會忽視了政治有些問題 是不能快到道德去看的 最簡單的就是 政權的合理性 如果你看萬子有統領問題 例如說 人民萬子這個州 這個州推翻這個商 是不是市軍 萬子就說不是 因為好像商就有這麼差的軍主 我們有權推翻它 但是推翻誰做軍主 萬子是沒有統領問題的 即是你推翻那個政權 那誰是取代這個政權 那個政權轉移 那個合理性他沒有說 即是說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是你看回歷史也知道 每次改善本代之間都是殺戮的 可能殺戮到最後 只剩下劉邦項議 就是劉邦得民心得天下 但是你那個政權轉移 沒有那個合理性在那裡 還有你太過注重道德 就是你太過注重道德 例如你認為只要皇帝是好 這個天下又太平 但是這個看法不是太過 可能太過簡單 將政治的東西看成太過簡單 即是以為內性就一定外和 這樣 因為你看回中國歷史是最好的 你看整個歷史 我們講了這麼多年內性外和 你看到實際歷史是 這個東西不是太過程 是嗎 即是你看回 不是真是可以解決到問題 即是政權轉移的問題 或者是限制軍決的問題 他都解決不了問題 即是他強調就是 例如漢瑜強調天人相應 用那些陰陽文的說法來 你做得不好 那天就會滅你 即是嚇嚇老皇帝 但是實際是沒有什麼限制到軍主的權力 還有你看回中國歷史 就是軍主權力是越來強 越來專制 即是說 你可以這樣看 這個東西是不會這樣 我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就覺得 道德基礎就在於我們人的能力 如果你有道德 人都有道德 或者皇帝有道德 因為天下又太平 耐性外王 那我想呢 這個想法要改改就是 我不是否定外王耐性的價值 就是說 不要將外王 不要將耐性 體制由外王的充分力 給他斷面 即是說 你一定要透過耐性才得到外王 因為中國念Patterson多年 不可以有辦法 不如這樣看 就是 耐性的基礎是 我們的道德自覺心 外王簡單來說 就是合理的社會秩序 最簡單說 就是 都是我的道德自覺心 兩條道理 就不要將 一定要耐性 就先外王 那你看整個中國歷史 那些人 永遠這樣想事 這樣想事是有問題 有問題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事 你永遠就是想 我其某一個聖王出現 那是天下太的 你會這樣想的 但是你太廟王 如果你這樣想 現在說外王 已經是說民主 法治 那些事 即是社會的合理秩序 那些事 我覺得 如果你將它拆開 比較 如果說 比較適合現代社會 用這說法 我覺得比較適合現代社會 就再不像這樣想 因為這樣想 就是想 一定有個聖君出現 天難聖母太平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 不太實際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 所謂道德自信主義 所謂道德自信主義 就是 沒錯 道德是有價值 但是現在 就是將道德的價值 看成最重要的價值 甚至是唯一價值 有時候這樣說 即是太過了龍 怎樣過了龍呢 舉例 有個叫六九淵 某個名句 不惜一致 仍然能夠逃亡 正正做個大丈夫 即是很重視道德 輕視知識 這樣說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 這種想法 就會令我們不重視 認知價值 即是重視道德價值 但你不重視認知價值 那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其實 如果 我將得性的概念 再闊一點 我覺得 思想都有德性 思想的德性 就是真理 即是 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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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不限於人而言 我將他的意思說 就是思想的德性 就是真理 如果你忽自認知價值 即是 就不重視 真理 不重視實事求是 即是虛假 為何 中國 聽說 十八世紀的科技 最發財的全球 但發展不到科學 因為輕視真理 其實學的看法 是怎樣 為何會輕視真理 就是因為道德自上 即是覺得其他東西都是小度 其他東西都是小度 即是道德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是小度 即是道德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是小度 即是道德價值 凌隔所有其他價值 這樣看法 就是有片面 還有